今天咱们还是在耳湾看一个三层的小读栋别墅 一楼是有大客厅的 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这个房子位于公园泳池学校会所的旁边 所以去这些设施还有学校都是可以步行的 这个房子三层的小读栋别墅通常是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像这样的 就是一楼有客厅 厨房 车库 还有一个院子 这种是造价比较高的一种 还有一种是一楼只有车库和卧室 然后客厅是放到了二楼的那种 小读栋是处于大读栋和连排之间的一种户型 我们为了考虑性价比 所以我们应该往大读栋的方向去靠 也就是说一楼有客厅 厨房的这种户型 这个是第一选择 而连排通常是为了追求更低的价格 所以通常是往客厅在二楼 一楼只有车库和卧室的那种户型去靠 刚才咱们看完了一楼 现在咱们是在二楼 二楼在这个户型里面是有三个卧室的 也就是说一楼客厅 厨房 车库 二楼是三个卧室 整个房子是2012尺 三房 2.5个卫生间 其中0.5个卫生间是在一楼 也就是一个客位 而二楼是有两个完整的卫生间 主卧单独的一个 另外两个次卧共享一个 这个户型130万 中规中矩 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 但是它是作为了一个小户型的 三层小独洞的一个选项 作为在大面积的独洞和连排之间 起到一个乘上旗下的一个作用 也就适合预算处于中等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 它这个主卧卫生间做的还是蛮大的 而且它这个三楼它上面是一个大活动室 还有一个大阳台 这个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户型在三楼 它没有卫生间 但是作为一个活动室来讲是足够了 如果是有那种权位的 就可以做成一个卧室 三楼有权位的是另外一个户型 我之前发过 大家也可以单独来问我 外面的这个大阳台是不算面积的 也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手指的这边就是现在盖房子的地方 间距还是不错的 另外咱们现在看这边 这个前面就是它的公园泳池会所 所以非常的近 可以步行的过去 另外学校就是在我手指的那些房子的后面 更多的信息可以看我的朋友圈 或者单独来问我 感谢您的观看和关注 谢谢